在前面的许多单元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 Neurotransmitter Release的这个机制 在Synab Transmission上面所扮演的角色 在最后的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一个特别的Desease呢 这个Desease呢 会影响到这个Synab Transmission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的研究呢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可以更加的了解 Synab Transmission里面的一些过程 在这些不同的Desease当中呢 当然它所发生的这些Defact 就是这个缺失呢 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是在Presynaptic前途处 或者Synaptic cleft在这个途处间隙 或者是在后途处的这些component 造成影响 都会去影响Synaptic Transmission 那在我们过去曾经讲过 许多不同的例子当中呢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呢 介绍Neuromuscular Junction 神经这个肌肉接点 因为呢这个是最早 而且是研究最透彻的一种 Neurotransmitter的这个Proporation 那在过去的研究里面呢 其实也透过了一种特别的疾病的研究呢 让我们对于Neurotransmitter的这个 Release的机制跟Synaptic Transmission呢 有相当多的了解 那我们先来综合的来看说 对于关于这个肌肉控制相关的这个Desease呢 它有哪些地方呢 是出现了DeFi会造成影响的 第一个呢 当然是因为它是控制肌肉 所以呢是由这个Motor Neuron 如果是这个Motor Neuron 就是运动神经元的包体本身出了问题的话呢 当然会造成所谓的Motor Neuron自己本身的病变 第二种呢 我们曾经也讲过Motor Neuron的Axon呢 会有很多的随窍包围 那这些Axon被Motor Neuron包围的结果呢 可以让这个动作电锐能够用跳跃传递的方式 很快地传导到这个末端 但是如果这个随窍受损 或是Axon受损的话呢 当然会去影响到这个运动神经讯息 或者是肌肉控制的部分 这一类型的这个疾病呢 我们就称为它是Peripheral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周围神经 所以就是属于Peripheral的Neuroopsy 那这一类比如说MS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呢 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Peripheral的Neuroopsy 第三种类型呢 是属于在Neuro Muscular Junction出问题的 这种呢 我们在今天呢 这个单元会特别跟大家介绍的 是一种叫做Myostania Gravis 它基本上的意思呢 就是一种所谓的Sphere Weakness of Muscle 就是严重的肌肉无力症 那这个呢 是被研究最透彻的例子 而且它发生的位置呢 出现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Neuro Muscular Junction 跟我们之前所讲Neuro Transmitter Release 这个Model呢 是一个相同的位置 所以我们藉由研究这一个疾病的这个 治病的这个Mechanism呢 我们可以对于这个Synapse Transmission的正常功能呢 有一些了解 所以除此之外呢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是肌肉本身出了问题 也会造成这个肌肉的这个 神经肌肉控制出现问题 那这种呢 如果是纯粹肌肉问题的话呢 我们则称为Myopsy 就是属于肌肉方面的这些病变 或肌肉萎缩啊 肌肉这个病变方面的一些疾病 好 那既然我们说 我们在这边呢 主要来介绍这个Neuro Transmission的Defact 那再来就特别介绍这个 Neuro Muscular Junction的Disease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Mecinia Gravis呢 我们简称MG呢 它是目前 在所有的这个 神经肌肉接点附近疾病的这个 研究里面呢 研究最为透彻的 但是虽然呢 它有这么多研究 但是其实呢 它可以大致的分为两个类群 第一个呢 是比较多或比较常发现的 就是Prevalent Form呢 其实是一种Auto Immune Disease Auto Immune就是 自体免疫的这种疾病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呢 或动物的身体里面呢 会自己制造出这个Antibody 而且这个Antibody呢 后来研究呢 得知它是直接Against Acetylcholine Receptor in Muscle 所以我们知道说 如果今天这个Acetylcholine Receptor呢 它会受到影响的话呢 当然会影响到这个Muscle 所以会影响到神经肌肉的这个调控 那我们待会会先讲这个 最普通最常见到的 这个Auto Immune Form of的这个Myasthenia graphis 但除此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是比较罕见的呢 大概Total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500个Case的 是一种属于的Congenital 跟Heritable 就是属于先天性的 或者是遗传性的这种 Neural Muscle Junction 的Desease 这种MG 但是呢 虽然它的例子很少 但是呢 因为呢 它发生的位置呢 很特别 那藉由研究这些少数的病例呢 我们也可以对于这个 这个Neural Muscular Junction 的正常功能呢 有一些了解 所以我们待会呢 也会介绍这个Congenital 和Heritable的 第二种形式的这个MG 首先呢 我们现在看说 在正常的这个 例子当中 病人当中呢 Myasthenia graphis 的病人当中呢 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危险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在Neural Muscular Junction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导致于它的Synaptive Transmission 会失败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当Motor Neuron send the Action Potential 下来的时候呢 会造成呢 在这个Pre-Synaptive Sign呢 会产生一个叫做 End Plate Potential 这个End Plate Potential呢 如果各位还记得 我们曾经讲过 它的Amplitude呢 至少都有70或80mV 所以呢 它比原本的这个-90 要高过很多 所以一定会高过这条虚线 就是所谓的Threshold 这个Threshold呢 大约是在-45mV左右 所以因为呢 它所产生的Amplitude呢 是远远超过这个Safety Factor 只要超过这条虚线呢 它就可以产生反应 那它的反应呢 是远超过这条虚线呢 所以基本上 你每一次有一个 Action Potential 下来 它的后突出细胞 那这当然就是Muscle呢 Muscle的Action Potential 就会产生 而且是百分之百产生 所以为什么是 我们当有一个讯号 从Motor Neuron 下来之后呢 我们Always肌肉是可以收缩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因为End Plate Potential Always会超过这个Threshold 可是呢 如果是在这个MG 的这个病人里面呢 它的这个Threshold呢 也是一样是在-45 左右 可是呢 它的End Plate Potential呢 就变得比较低 有时候会超过 所以Action Potential 可以产生 有的时候呢 会低于这个Threshold 所以不见得会产生 于是呢 它的这个肌肉呢 就有时可以收缩 有时候不能够很完整的收缩 它的这个收缩的程度 也就是它的Action Potential 的强度呢 或它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呢 频率呢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说这种 Medicinia Grafis的病人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Release of Neural Transmitter 当然就是 Arcytelcholine呢 是有受到影响的 因为它Release的量变少 或是不规则 所以造成呢 它每一次呢 所Release呢 产生Action Potential 都比较呢 可以看得出来 在MG的病人 跟正常的人当中呢 它的这个 Safety Factor的 这个影响 以及它的这个 Amper Potential的这个强度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下它的症状 这个通常呢 在这个MG的病人里面呢 会有四个最主要的 这个Characteristics 第一个呢就是 Almost Always呢 是发生在 会影响到的是Cranial Muscle Cranial就是 如神经 就是有来控制 控制脸部 或者是头部的这些神经 包括了控制这个眼瞼 Eyelite 或是眼球运动 Eye Movement 或甚至在口腔里面的 这个咽喉方面的肌肉 当然它也会影响到 Limp肢体的肌肉 但是最主要还是在头部 这些不同的 颜面的这些神经 或者是控制 眼球的这些神经 那另外呢就是 这个症状呢 它是时好时坏 它不像是大多数的 这些Muscle 或者是Nerve disease呢 就是如果你得到了这个 Muscle Dystrophy 或是肌肉萎缩 等等这些 你就Always是肌肉没有力 或者是神经控制出了问题 可是在这一类的 这个MG的病人呢 它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所以感觉上呢 并不是一个持续的 这个Desease 再来就是说呢 它呢并没有所谓的 这个Conventional 的Clinical 临床上的或者是 这个肌电图上面的一些 Sign of Nerve Denervation 就是它的神经呢 似乎并没有说萎缩的样子 它的运动神经还是正常的 而且呢 这种症状呢 可以轻易的呢 加上一种药物去反转 也就是可以去治疗这个病症 就是加入了一个 这个Acetylcholine Esterase 的Inhibitor 那我们曾经在前面课讲过说 当Acetylcholine Release之后呢 它要立刻排除的这个过程呢 是利用一个Enzyme 叫做Acetylcholine Esterase 去进行分解 将Acetylcholine分解掉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抑制 它分解的话呢 你就可以让Acetylcholine 维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在这个Synapiclev的地方 于是呢 这个讯息的传递呢 就会变得比较有效 所以它的Weakness呢 似乎呢 是跟Acetylcholine的Release的量 是有关的 因为如果你它 让它的量呢 可以维持在高点 藉由这个Inhibition of Acetylcholine Esterase 的话呢 可以去reverse这个症状 所以从这些 Characteristics裡面 说明了 似乎呢 是在问题不是出在神经 也不是出在肌肉 而是出在神经跟肌肉接点 尤其是Neurotransmitter Release的机制出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看 实际病人的症状 我们刚刚讲说 它最主要是影响到这个 负责头部 或者是颜面的一些神经 刚才讲说 它会控制这个Ilet 所以呢 如果是一个病人的话呢 在他发病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眼皮是垂下来的 因为呢 控制眼皮上张开的这个肌肉呢 会受到影响 但是呢 如果你在IV Injection 就是静脉注射 大概一分钟之内的 静脉 一分钟之后 给予在静脉注射 这个药物 这个药物呢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Acetylcholine 让你的量维持住 在这个Synivic cleft的地方维持住呢 是可以 有办法那个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是可以让它维持正常 那后来的研究呢 藉由一些观察 藉由形态学的观察呢 发现说 在这个MG的这个病人里面呢 你如果去研究他的 去观察他的 neuromuscular junction的话呢 你会发现了他的 neuromuscular junction呢 有所谓的形态学上 或形态上的这个不正常的现象 morphological abomorality 这是我们左边 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正常的这个 neuromuscular junction呢 它有这个前途处 后途处呢 有一个所谓的 junctional fold 在上面这边呢 是有很多的 acetylcholine receptor 但是呢 我们从病人的研究呢 发现说 他的这个 axon terminal的地方呢 没什么改变 基本上跟正常是一样的 可是呢 在posing lab 就在肌肉上面呢 acetylcholine receptor呢 变少了 这个junctional fold呢 变得比较平缓 不是那么凹陷下去 而且这个距离呢 snap cleft距离呢 也增加了 所以这种种的这个原因呢 这些posing lab的这些因素呢 就造成了acetylcholine呢 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去activate 这个muscle cell 以至于他的muscle的控制 或是muscle的强度呢 就会减少 那后来的研究呢 又发现说 很有趣的发现说 在一些呢 这个胸腺的这个癌症的病人 如果再把胸腺移除之后呢 他的这个 这个autoimmune的这种mg的现象呢 似乎会有减缓 然后再加上说呢 经由分析这些病人的血液当中呢 发现呢 他其实是有一种抗体 这种抗体呢 就是against acetylcholine receptor 这种抗体的存在 那实验上呢 就开始有一些实验的这个科学家呢 就利用这个老鼠的模式呢 来做一些实验 如果我们把老鼠呢immunize 就是接种这个 这个purefied的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的话呢 那这个老鼠呢 他就会在体内呢 产生对抗这个 acetylcholine receptor抗体 一旦这个对抗 receptor抗体 acetylcholine receptor抗体 产生之后呢 就会去影响到这个 muscle的这个 neuromuscular junction的部分 所以这只老鼠你看起来呢 在这个 在这个接种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 产生抗体之后呢 它基本上肌肉是没办法收缩的 所以呢 它整个身体是趴下来的 但是呢 如果你在注入 刚才讲的一些 这些inhibitor 比如说在这里 injects这个neostigmine neostigmine呢 它也是可以去抑制 acetylcholine的esterase 那这样的结果呢 就会造成 在syndemic cleft地方的 acetylcholine量呢 可以维持住 那这个结果呢 就是在几分钟之后呢 大概 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老鼠呢 可以站起来 可以维持很久的时间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可以 经由我们对于这个 疾病的了解 是一种自体免疫的方式呢 在小鼠的模式上面呢 重现这个疾病 而且呢 可以利用这个neostigmine的方式呢 去治疗这个疾病 那我们刚刚前讲过说 它既然是一种自体免疫的这种 神经肌肉的这种疾病呢 那为什么这个抗体呢 去recognize 这个acetylcholine receptor之后呢 会造成这个morphological的改变 以至于会影响 neuromuscular junction的synapse transmission呢 后来的研究呢 发现是因为呢 它其实会去影响到 这个抗体跟acetylcholine receptor结合之后呢 其实会去影响到它的turnover 什么是turnover呢 我们知道呢 这些receptor acetylcholine receptor 是一种蛋白 这种蛋白呢 其实在生物体内呢 不会一直存在 它必须要不断的被制造 分解不断制造 所以它有维持这个蛋白 在一个固定的量 那这个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acetylcholine receptor 正常的细胞呢 它大概每隔五到七天呢 会重新renew一次 就会重新制造新的acetylcholine receptor 然后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旧的呢 会重新的经过分解掉呢 下次再利用 但是呢 如果呢 你有这个acetylcholine receptor antibinding binding住之后呢 它就会造成所谓的 cross-linking的现象 也就是把这些acetylcholine receptor 绑在一起 这绑在一起呢 产生了一个效用 它就会加速了这个 endocytosis的过程 而且会促进了所谓的 phyxietic destruction的这个process 也就是说这个细胞呢 它会自己产生一个保护作用 如果呢 这些acetylcholine 被绑在一起的话呢 它就会自己呢 把自己 藉由这个endocytosis 包吞的作用把它收进来 收进来之后呢 当然呢 会送到这个lisosome 就是所谓的龙媒体 然后进行分解 那因为呢 这个antibody的binding呢 造成了这些receptor的聚集化 然后加速了这个endocytosis的过程 于是呢 如果有这个antibody的存在 让这个acetylcholine receptor呢 很容易进行endocytosis的话呢 它的turnover rate呢 就会增加 比如说在这个mg的这个case里面呢 它就大概只有2.5天 所以呢 因为它turnover rate这么快 那大家知道说 制造这些acetylcholine receptor呢 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它就来不及去补充这些acetylcholine receptor 于是呢 就会影响到neurotransmission的这个有效的程度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呢 当然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法 当然最简单的是一种 比较暂时性的这种symptom的减缓呢 就是加入这个neostigmine 这些anti的choline esterase的方式呢 可以立刻的治疗 但它并不是根治 它只是只有暂时减缓这个症状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加入一些所谓的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就是把它的免疫系统降低 那它不会产生这么多antibody 也可以 但通常呢 免疫系统降低呢 对这个身体呢 对抗其他的病原呢 会有影响 或者是呢 所谓的plasmaphoresis 就是血浆置换的方式 用血浆置换的方式呢 将它血液当中的这些抗体呢 自己产生的抗体呢 对抗acetylcholine receptor抗体 给排除也是一种方法 或是呢 你infusion of immunoglobin 就是把一些免疫球蛋白打进去 去对抗这些antibody呢 也可以 最后一个方法呢 就是这个 把这个胸腺 因为胸腺会制造这些免疫细胞的这个位置呢 切除当然也是可以 所以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呢 都可以用来治疗这个mg 但是呢 它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因为呢都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些正常的功能 最后呢我们再来讲说 除了这个所谓的比较常见的这种自体免疫性的这种mg 的这种肌肉无力 重肌肉无力症的这种病症之外呢 还有一种呢 我们刚刚讲说发生的case比较少 大概只有500个case 这种congenital的这个 这种症状就是前天性的 但是呢它所发生的位置呢 就可以根据呢 它所产生的症状不同呢 可以分成它是由presenept defect所造成的 可以是因为呢 它缺少的choline acetyl transferase 这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你要制造acetyl choline呢 你需要有个key enzyme 这个key enzyme呢 就是choline acetyl transferase 如果你没有它的话呢 你基本上是没办法制造acetyl choline 那当然就没办法进行neural transmission 所以呢 如果你的这个 这个突变呢 是突变在choline acetyl transferase的话呢 你会影响到preseneptic 或者是你在release的部分的 这个框头的number呢 会受到影响 就是它这个visical的number 我们原本说在这个syneptic 这个terminal这个地方呢 它有很多几千个这些框头 那如果这个框头减少的话呢 当然也会去影响preseneptic的这个release的这个机制 有另外一种呢 这种congenital这个mg的病人 它的症状呢 是来自于这个defect在syneptic cleft 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那个地方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acetyl choline esterase 但有一些呢 病人他是缺乏了这些esterase 所以缺乏表示什么呢 表示acetyl choline会过多 所以这时候呢 其实你就不能用刚才讲的治疗方法去注射这个neospegamine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反而产生反效果 所以你必须要针对他的症状的进行治疗 像这种病人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choline esterase 所以他的结果反而是会让这边acetyl choline过多 过多呢也会造成细胞呢 产生这个excitation过强 所以也会造成这个肌肉的影响 第三种情况呢 是属于后突出的 所以是post synapse defect 这又可以根据呢 他影响acetyl choline receptor的位置不同呢 可以分成slow channel syndrome 或是fast channel syndrome 如果呢 他的mutation图片呢 是让他的acetyl choline receptor 某一个subdunity呢 对于这个acetyl choline的affinity 轻和度增加 或是降低这个channel的closing rate的话呢 他就会一直open 所以这个效果就是让太多的acetyl choline呢 产生效应 或者是呢 如果这个acetyl choline receptor的subunit mutation呢 造成了这个closing gate的部分呢 影响 照他很快的就会关闭的话呢 这样就会造成这个细胞呢 他的acetyl choline的这个efficiency的降低 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neural muscular junction 的synapse transmission 所以综合这些呢 我们来结论 就是做一个总结 我们在这一个单元当中 介绍这种特别的disease呢 这个myasthenia graphis呢 他其实呢 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example 去研究neural muscular junction disease 进而去了解 在正常的neural muscular junction呢 synapse transmission呢 是如何被这个进行的 再来就是synapse transmission呢 在neural muscular junction呢 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呢 最主要的影响呢 就是他的这个突出的传递呢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可以借由两种形式来呈现 一种是属于autoimmune的这个disease 那就是自体免疫 是因为呢 身体里面呢 会不正常的制造出antibody呢 去对抗这个acetyl choline receptor 以至于呢 会影响到neural muscular junction的功能 或者是我们刚才最后提到的 congenital form 就是属于这个天生性的 遗传性的这种mg的病人呢 他的位置呢 就比较多样 他可以是presynaptic 可以是发生在synaptic cleft 或者在后突出的这个defect 都会造成neural muscular junction synaptic transmission的影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